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上我和京东可以说我们俩是发小的 我们俩这么多年没拍过照片 我们俩都是济南人 京东有个称号叫中细史上最老的新生 他可能也就会做个西红柿炒鸡蛋 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厨艺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尝尝 在服装上更接地气一些 京东同志的身材的原因 哪怕这个破破通通的衣服穿上去 会依然显得还是那么的帅气 你就是新的第一书记啊 2015年的 我记得是六月份 编辑谷凯到青岛去度假 正好呢 我就拉着京东 一起接待了谷凯老师 那是谷凯老师第一次见到京东 就觉得京东 简直就是山东人的一个最经典的模板 整个人又特别正直 形象又好 然后就跟我说 如果咱要再创作一部这种下乡剧 这种类型剧的话 一定要让京东来演这个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下乡的任务精髓 就是促党剑 抓扶贫 乡村振兴 办难事 办实事 办好事 我和京东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其中一位 恰巧他也是第一书记 当时派到一个村子里去 也是去扶贫 需要一些包括比如说 希望能宣传宣传这个村子 通过新闻 媒体啊什么之类的 找到了京东 还找到了我 所以当时京东就觉得还挺感动的 对这个角色 一直有所期待的一个原因吧 咱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才能度过咱们难怪 包括当时遇到了我们 山东广播电台 文艺频道的一位副台长 发现原来你也在这儿做第一书记 是啊 但是过去 之所以面熟 因为那位同志说起来 个人形象还是挺有特点的 当兵出身 身材高 大 挺直 帅帅的 长得白白净净的 但是等我见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头发凌乱 这个面色幽黑 穿了一身迷彩服 脚穿这个军用胶鞋 已经和当地的农民 看起来没有什么多大区别了 所以说第一书记确实是 就从这种外形上就能感觉到 他们真的是真加实干地 在帮助当地村民做一些事情 从地底长出来的东西 最讲究的应该就是时差 我们要扎扎实实 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质工作 永续农耕 这才是咱的耕和魂啊 首先严格想从年龄上来说 我已经超标了 我就没有资格了 我就没有资格了 但是我们拍这个戏 对这个村子来讲 我们希望我们做的就是一次 第一书记做的事 为什么呢 我们拍完这个戏 能给这个村子留下一些特色的景点 或者可以讲故事的元素 让这个村子用这个将来作为 他们发展起来的一个契机吧 就这样看 现在我们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 拍摄结束后 我们也商量了多次 打算延续温暖的味道 讲好新时代新农村 中国故事的想法 把温暖的味道搬上画剧舞台 我们自己看出的